大家好,今天介紹一支特殊的刀 這是一支斜刀,或是匕首 它是一支垂紋的斜刀 什麼叫垂紋 這個是一個特殊的皮套 這個可以插在皮袋上 這個叫做擠皮 擠皮皮套 這邊有流酥 這個擠皮皮套是用山羊或綿羊或鹿的皮來做 擠皮跟我們講的皮到底有什麼不同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擠皮 我們常常在教你拋光、擦拭的時候用擠皮 這個擠皮就是這個擠皮 它是一個柔軟的東西 印第安紋 美國的印第安紋 他們在大概一千多年以前就在用這個擠皮 你知道那個牛皮啊還是馬皮啊 鹿皮的外皮都是很硬的 它有光滑 它可以防水 你的皮膚防水的 雖然你一直泡水它會起皺 但是它是防水 它這個也就是不防水 為什麼 它是一個開放組織 因為它是在這個真皮 我們皮膚最外層是這個叫做角質層 有人說要棄角質層 它其實不是棄角質層 它其實不是棄角質層 是棄掉這個被代謝掉 就是說已經變成沒有用的這種 玻璃的這種角質層 要把那個東西弄掉這樣 並不是把角質層棄掉還得了 角質層可以保護我們人的裡面的內皮 角質層在下面有這個這個 這個皮大概大概是零點 大概4mm 4mm 這樣後光 它裡面有這個什麼 角質層再來有顆粒層 再來有幾層 不是那個金極的極那個極 尖尖的那個極 然後再來有一個基底層 這樣就萬用就4層 再來就是真皮 真皮在下面還有皮下脂肪 皮下脂肪 那麼幾皮 那個真皮層它都可以 水混啊養分跟血液可以滲透過去 所以它這個是開放的 它沒有排斥任何東西 所以它會把髒的東西把它吸進來 所以這個它的清潔原理就是這樣 一個開放的東西 就可以把所有東西都吸進來 那你的皮是不開放的 所以它沒辦法吸髒汙 髒了以後再把它吸乾淨 掛好這就可以了 所以這個幾皮就是那個幾皮 幾皮是很貴的東西 這個皮套大概佔不到三五十塊美金 才來得到 那一般的那個牛皮它是外層皮 外層皮 牛皮大量製作的話 那就比較便宜 這個因為脂皮要處理比較好 所以它這個 你看它這個是兩層皮 兩層皮才這樣厚而已 所以你看它這個軟軟的地方 所以印第安人用這個來做什麼 做衣服啊 那個夾克 它的外套 褲子 坐墊 起碼做那個坐墊 有印第安人起碼是不做坐墊 但不做坐墊以後那個 大腿會受傷 會摩擦嘛 摩擦會破皮 所以還是要一個墊子 美國人是用馬鞍 馬鞍也是用皮去做的 一個馬鞍大概要五百塊美金 最便宜的 那這個 這個幾皮它也可以做這個鞋子 它很柔軟 你拿這個 這個來 假如說你用這個來做這個 外套的話 你活動的時候 它就不會這個愛手愛腳 只要你拿牛皮來做外套 那還得了 所以皮衣 都要給它軟 要不然皮衣的話 這個活動就不方便 所以沒有人用那種皮衣 硬硬棒棒的來做外套 所以這個就是現在四米很流行的 用幾皮包 幾皮衣 幾皮的 珠寶的擦拭布 用幾皮來擦拭珠寶 可以讓它光亮 幾皮的功用非常多 它這個是銅扣 銅扣 我現在介紹一下 它這裡面有一個 塑膠槽 因為這個 這個刀它雖然它是不鏽鋼 不鏽鋼 不是碳鋼 不鏽鋼 但是它假如 直接這樣插進去皮套裡面 因為皮套是一個會呼吸的東西 它會跟空氣中的水分子跟 髒污栗子 有污洞 它會呼吸 就會把水分子吸進去 那你這個刀插在裡面 它有水 有吸水進去 它就會跟這個 無鏽鋼起電磁效應 它就會氧化 然後就會生鏽 所以有的時候你插到皮套裡面 不只這個幾皮 什麼皮都一樣 那個牛皮套也是一樣 你放了幾個月都沒有去注意它 欸 拔不出來 因為它產生作用生鏽 這個結合在一起 結合在一起 在咬屎 咬屎 你拔出來又發覺就是生鏽 不鏽鋼怎麼會生鏽 不鏽鋼會生鏽 叫不鏽鋼這個名字是關於錯誤 應該叫少鏽鋼 不叫不鏽鋼 所以這個刀片不能直接放皮套 它有一個塑膠跟它隔離 就不會跟這個皮面去接觸 所以它不會產生鏽鋼 塑膠它不會有那種效應 塑膠是一個結原體 結原體 所以你看它 現在很多刀都改用兩種刀套 外面是皮套 裡面一個塑膠刀 像巴克 克什 他們家都這樣 它還有很多刀好像不是 它還是繼續用皮 但是皮 你絕對不能放進去 你一定要拿個紙套給它套 另外放 不要放在裡面睡覺 這個我一直講 皮套是一個運輸工具 運輸工具 你沒有要運輸它 沒有要帶出去的時候 你就不要放皮套裡面 在家裡面兩個就再見 你各睡各的 不要放在一起 你可以放紙套 拿去別的地方偷藏 放刀就好 刀才是主角 展示的時候沒有人說 我今天來展示一次什麼刀 然後就說 這個是皮套 看吧 漂亮吧 沒有人在這樣 我今天展示刀 我就展示刀 皮套根本沒放 皮套不是主角 皮套是一種附屬體 可有可有 你刀沒有皮套 它不會怎麼樣 只是說你要攜帶的時候 你總不能拿個衛生紙給它 報紙撿一撿 所以你要用皮套 碰到皮套裡面來攜帶 剛才那個是幾匹匹刀 再來我們講這支刀 這支刀是不鏽鋼 手術不鏽鋼 應該是440 440很大可能是440 它這個刀 它叫做垂紋刀 垂紋刀 什麼叫垂紋刀 就是你在斷打的時候 我們在斷打的時候 然後打打打 然後最後把它磨平 對不對 它這個不磨 它就是在斷打的時候 加了 然後拿出來 敲敲打打打 把它這個錘的 這個效果 這些錘的痕跡 全部都留著 當然它就要 必須要很規律的 它這個是錘紋餅 錘出來很像那個儀鈴 我這邊 沒有儀鈴 我有一個蛇鈴 蛇鈴跟儀鈴 也有點類似 它就有一個排列舉 它垂它也是這樣 所以你不要看 它垂得這樣 看起來很漂亮 另外一面 這個是一種藝術 每一個絲霧錘的方法都不太一樣 錘出來的效果也不太一樣 所以這個刀就變成獨製 那這個刀以前 私人的工作室做的話 都要三五百塊美金 那它這個是給日本人大量製作 大概做五百支吧 大概做五百支 後來日本人就沒再做了 現在日本人發覺說 他們變成這個血汗工廠 所以不給美國人做 現在日本的刀 垂邊一支都要三五百塊美金 三千多塊也有 那這個 現在就有絕版 那它這個垂根垂得很漂亮 然後就有人去想 想要把它機械化 所以去做那種機械 上面有很多滾子 滾子是一個滾筒 類似那種 上面很多凸延 當然很堅硬的這個 物缸還是怎麼做的凸延 那這個刀還沒有加熱的時候 還沒有熱處以前 它還沒有那麼硬 然後就用那個 就把這個刀胚放進去 那個機器裡面 那它用那個滾子這樣 凸延這樣滾過去 就把它這個刀胚滾成這個樣子 那因為它是機械的 所以它有一個規則性 滾一千的時候 第二千就跟前面一樣 一模一樣 你跟現在蛇皮 蛇脊 現在有假蛇皮 它硬化蛇皮 但是你外行的人都看不出來 這是真還假 像它這個是零片 零片有一個尖端 你這樣摸的話就是刺手 那就是真的 假的你摸了 沒有滑滑的 感覺很好 感覺很好就是假的 好 那這個 這個滾 這個機械做的 那種滾出來的摧魂 就不爭 看起來很假 就賣比較差 但是你要大量生產 你就比較用機械 要不然你看 哪有那種命在那邊 整天這樣摧摧摧摧 這個很辛苦的 要命的 那個滿身大汗 那個 所以 像現在巴克 巴克的110 它也有這種垂紋 有裂刀 它也有什麼 有餐刀 菜刀 這個鋤刀 它也有垂紋 就垂 這個 刀刃的上面那一部分 那一部分白白的 那就把它垂起來 比較特殊 它賣比較貴 比較多錢 那有的賣到這個 這個 那個好像這個 300塊美金 那巴克的110 就垂紋餅 應該是300多 300多 好 那這個 這個刀的餅 你看它的餅很特別 它是用這個 水牛角 要記住 我們講的水牛 是講亞洲水牛 亞洲水牛 其實是印度水牛 印度水牛 徽宜水牛 印尼水牛 台灣的水牛 台灣沒有水牛 台灣的水牛 是從哪裡來的 是從這個 這個 印度來 印度來 那有 有的是從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應該也是 從印度 印尼過去的 所以你不要看水牛 有的水牛 品種不一樣 場地不太一樣 腳也不太一樣 那這個就是那種 黑的 黑水牛的牛角 黑水牛牛角 它這個牛角是在尖端 這尖端大概 有兩寸 大概五公分的地方 是十斤 它有生長點 所以它會一直長 一直長 一直長 生長點一直長 一直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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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人長到一樣 一直長 但是這個尖端 這個地方 是從初生開始 就是一直是那個樣 所以這個尖端的話 它一輩子都在那個地方 所以它有的時候 風吹日曬移打 或是跟人家打架 或插到樹 它就會比較容易纖維化 所以尖端通常它都會很多 肋臟癌就肋臟癌就肋臟癌 這邊有很多痕 但是你看它沒有裂 因為已經被處理好了 原來都很裂 纖維化 這都必須處理 所以它現在還打磨 怎麼弄呢 它有裂痕 所以你要用樹脂去填 填了以後給它打磨 兩句話就講完 但是你要做它七八小時 用手工的話 我們這邊有一個這個 這個是喝茶的人在用 在裝茶葉 裝茶葉 它這個東西 它這個沒有怎麼打磨 所以它粗粗的 它也是這樣 很像 這個要好幾百塊 四五百塊 你看它這個 它這個現在 纖維化光這樣 黑的花亮 黑的花亮就是這個 黑的花亮 所以你常常團完 就手一手去給它摸摸 它也會越來越亮 有時候你要給它保養 給它上一上油 上橄欖油也可以 不要上豬油 笨豬就上豬油 你要上雕油 比較好的 好品質的雕油 要上那個 人在塗身上的那個 硬的油 這個應該也可以 那個也可以 然後你上雕油就可以 雕油是一種比較 沒有雜質的油 好 那打蠟也可以啊 打蠟也可以 還有你用打蠟 然後像那個 用那個布這樣 像那個茶皮節那樣 不然你要固定 那要不然你要布這樣拿著 然後這樣 這樣 啊 這樣也可以 這樣 這樣它 你不保養的話 它就這樣 我們講 皮膚會乾壯 對 所以它這個也要保濕 所以給它上油 它比較不會那麼乾 乾了它就裂 裂的話就 裂很多出來 就這樣 就變很醜 所以這個 這個牛角就是這樣 牛角聽說 常常玩 會這個 心情會穩定 不會有一點神經濟 現在很多人有這種 什麼抑鬱症 這個牛角不會 而且聽說 對身體健康有幫助 會穩定 這個 這個不會緊張 這個 這個心情會 會比較好 那這樣講 我不曉得 牛角是這樣 中國人是這樣講 牛角有醫療效果 所以 你有空就這樣 你看它這邊有一個銅片 銅的這種 頂端 這個很厚 這個大概0.6公分 0.6公分 可能 有時候要給它查這樣 它這邊有兩片 華氏 為什麼要裝華氏 因為這個銅 它是硬的 這個牛角也是硬的 它這個兩個要拼在一起的時候 硬的跟硬的東西 它拼在一起的時候 它假如兩個沒有辦法貼上去的時候 它就會有縫隙 現在很多刀都有加這個 這個叫華氏片 它是一種塑膠加硫 所以叫硫化塑膠 所以不是塑膠 你不要把什麼東西 那個 不是天然的 通通都叫塑膠 那個 無知 現在很多那種 塑膠跟橡膠分不清 因為它慢慢 一直在發明新的 它這種 這種 拿來做這種墊片 墊片是什麼 你兩片東西 假如說你中間有一個墊片 這個墊片它 我現在說它已經加硫化 但是它還是 比這個金屬來講 它比較軟 所以你 你假如用力夾的時候 這兩片硬的東西 它假如有凹陷的地方 這個 這個華氏片就會去補 補那個凹陷的地方 那你假如 凸出來的地方 它華氏片就會被你壓縮 所以這樣的話就會 沒有空隙 就變成像它這樣 都滿滿的 都沒有空隙 你當然說 你如果我的手很巧 我不力的話 是我也可以給它 切了密密碼 那你要花很多工 你要去調整 要去計算 而且一支研磨調整 有空隙 就用磨非常難 而且大量製造的時候 不可能這樣做 你會浪費很多時間 會增加很多成本 那有沒有意義 沒有意義 所以就用華氏片 來補救 這樣就可以了 現在變成一種 有這種裝飾的作用 也有實際的效果 這個匕首 你看它是這樣的 這個往下 這樣有符合我們的手心 所以握得滿順手的 這個丸也很好 因為可以當這個水果刀 因為它是不鏽鋼的 當然你要擦乾淨 你可以用這個酒精去給它炒 要不然不要讓它激了這種髒東西 你當然你可以給它刨 它現在是要保持那種垂紋的 那種延遲狀態 所以看起來 對 你可以是給它刨 給它刨量 有垂紋 但是是量的 不必到鏡面 這個殺光就可以 看你喜歡 你也可以拋一面 另外一面不拋 它這個看起來很像鼻手成這樣 但是這一面是 你看可以摸 它沒有磨力 這個尖端也沒有磨力 所以這個是一個安全刀 你在家裡不會 它尖端磨力的話 你吃到就有血 現在很多小孩子 那個什麼 童子精 他們也要做露營 也要切肉幹什麼 他們的刀都是圓 圓頭 這個沒有刀尖 它是圓的 因為圓的話 吃到不會流血 假如你有刀尖尖的 吃到就流血 所以童子精用的刀 不是圓頭 我們以前也有介紹過 這個刀 可以當水果刀 可以當拆盡刀 你放在辦公室 客人來 這個很奇怪 這個很好奇 你可以 用這個畫瑕疵刀 可以增進客人的感情 可以交流 你只要看阿薩利 就送邊一樣 帶回去 那你就 破財 這個刀 它這個 這一面是利 這個很利 這個是圓廠刀的 比較細的機械盒 大概也是蠻利的 可是並不是說不利 所以你就等一下 割一刀也是會流血 好 你要在很風利的時候 你就一樣 你要用水磨石 因為它這個圓廠 當然在工廠裡面 大概五秒鐘 一面 五秒鐘做出來 磨這個大概 不到一分鐘 所以你要用水磨石 再去平安模擬 用水磨石再平安模擬 用水磨石再平安模擬 這個算利 你手不能跟它玩 這個也可以當 我剛才講 它這個很順手 這樣合我們的手 就是這樣 它這個其實都很 有研究過 設計的時候就是這樣 其實不只這支刀 很多刀都這樣做 這樣做 有用鹿角的 也有用木頭的 它也可以當啤酒 切菜 切水果 切水果 切水果很好用 沒有水果 要把它增上去 切一下 那個 拆性也可以 拆性到 你假如認為說 你要用這個尖 你可以 拿到沙子就可以磨力 很快 我只是要保持它的原狀 原狀不直接磨力 這個牛角 這個牛角 就要這樣 那這個 你看看 那就看不到裂痕 本來是裂痕一大堆 因為它是纖維化 就是這樣 這種牛角 反正它你做的話 你剛收到的時候 就是粗粗的 除非是什麼 個人的定製刀 它才會去給它拋 只要你是大量製刀 它不可能 因為它很耗工 非常耗工 所以 你收到這個的時候 第一個 你先用沙子 把它全部 打磨一遍 打磨完 來粗粗的 大概用40微米 來粗粗的 然後 你 洗一洗 給它乾 然後看看裂紋在哪裏 然後用樹脂 樹脂膠 把裂紋 裂痕的地方都補滿 補滿以後再泡 泡泡泡泡泡泡泡 好 然後再洗一洗 乾 再看看有沒有沒補完 就是要這樣 很麻煩 然後再補 再補 再泡 再泡 然後再洗一洗 然後再拿去風乾 不要用火烤 這個牛角它會熱脹冷作 為什麼牛角會有這麼多裂痕 那就是熱脹冷作 一直在熱脹冷作 天氣熱 天氣冷 所以牛角一直在接受物理實驗 好熱 趕快 這個膨脹一下 那個好冷 趕快收縮一下 所以久了以後它就會產生這些裂痕 裂痕就是這樣 那刀柄也是一樣 那個 你看像我這個 我這邊有一個音樂 我就給人家水洗洗乾淨 欸打不開了 你看熱脹冷作 卡住 熱脹冷作 卡住 你知道 熱脹冷作 最好的例子 你看 現在開了比較 所以這個 所以這個 好你就要這樣 你要常常給人家保養 保養 不要放在熱炎的地方 也不要放在冰箱旁邊 最好 不用的時候 拿個盒子給他裝起來 要不然你也要用個袋子給他裝起來 盡量割結掉這些藏物 要不然這個 它這個 容易水分濕氣 潑水 它就乾燥 乾燥它就裂開 裂開你又要處理 很麻 所以 即食一針 神九針 就是這個道理 你沒空子給它上一下油 或者打蠟也可以 然後它就有這種水分保持 它就不會裂開 你不要等它裂開才會做 那個時候就很麻煩 好 那麼這次到 就到這裡 謝謝你們的收看